苍贤成为西岩王后 第一个娶进门的妃子是商阳妃 商阳氏是西岩的老士族 也是爷爷留给她的最有分量的一个老士族 为了能够顺利把都城从西岩城迁移到陈戎 她选择了娶妃来获得西岩城老士族的支持 商阳妃知道自己进入紫金宫的作用 为此她一直谨言克制 她不招惹人 也不拒人 只要自己不找苍贤不痛快 无趣算计 那么背后的商阳氏和自己一定会更强大 在紫金宫 她不需要争宠躲爱 只要成为一个得体的妃子 就一定会被苍贤敬重 而作为王后的新岳 一进紫金宫就被商阳妃狠狠踩了一脚 不是老士族厉害 而是新岳把一手好牌打烂了 她背后有赤水和陈戎两大家族 哥哥风龙又是苍贤最信任的大将 只要新岳真的做到了出嫁前母亲劝戒的那样 紫金宫的任何一个女人都比不上她 可新岳偏偏被嫉妒心蒙蔽了双眼 被商阳妃踩着落到了尘埃里 原著小说中 她的后尾之所以稳固 是封龙一条命换来的 封龙死后 再也没有人为她出谋划策了 苍贤承诺不费后 但是绝对不会给她任何敬重了 商阳是门注勋庸 帝华英福 少儿晚顺 长儿贤明 少龙宝物 惠至穷俄 金策利为妃 望尔承孝谦逊 公检已先 为了一个都城 苍贤去了商阳市 而后 为了中原氏族和西延城的老氏族更好的融合 苍贤取了陈戎新月为王后 新月以为当了王后 能够跟苍贤永结同心 殊不知 得到的不过是个空位而已 新婚第一夜 苍贤宁愿独自待在凤凰树下 也不愿意与新月圆房 新月因为一棵凤凰树 还跑去小月顶着小妖的不痛快 她显然 既要权力 又妄想要爱情 反观商阳飞 就低调了许多 苍贤身边的潇潇以及苍贤都很看重商阳飞 不仅仅是因为她背后的士族 还有她为人处事的低调 小妖跟苍贤提出想举办一场宴会 潇潇提议的对象是商阳飞而飞王后 最近大镜湖的锤四海棠开得正好 可以让商阳飞以赏花为名 举办一场宴会 潇潇是苍贤身边最贴身的侍女 也是苍贤用来应付紫金工女人的挡箭牌 在新月和商阳飞之间 她一句话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站队商阳飞 潇潇的意见 显然是在帮商阳飞在苍贤面前露脸 同时也在拉近小妖和商阳飞的关系 商阳飞按照小妖的要求 邀请了景 防风异应 涂山猴 梨绒场 以及一些亲近的人 由于小妖和风龙的婚事刚刚告吹 商阳飞担心一些流言飞语影响了小妖 单独给小妖和她想要邀请的人单独设了宴席 商阳飞给小妖安排的明明白白 就连小妖身边的侍女都夸赞 商阳飞是个明白人 这一局 与陈荣心悦相比 商阳飞吻赢 勿得不说 商阳飞拉拢人心的手段真是高 苗普和珊瑚都认可商阳飞 商阳飞设宴 和风龙是示威 也是替小妖避嫌疑 可是新月不知天高地厚 太强势了 她硬要参加宴会 为的就是出这口恶气 她觉得自己背后是中原氏族 所有人都得匍匐在她的脚下 于是当她赶到宴会 碰见涂山井给小妖摘花时候 不仅仅嘲笑小妖水性洋花 还贬低小妖只配做个侍妾 新月这里是不满苍贤给小妖的偏爱 她不是替哥哥撑妖 而是泄愤而已 同时 她还讽刺防风意应与害死哥哥的人 共是一夫 说白了 她就是在示威 跟小妖 也是跟商阳飞 王后打算弄出气魄来干什么呀 她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耀武扬威在苍贤看来可笑至极 苍贤赴宴会 眼里除了小妖就是商阳飞 这是对新月最大的羞辱 当着众人 苍贤就跟商阳飞轻声一语 商阳飞的轻笑刺激了新月 新月最大的弱点就是省不住气 最初受到嘲讽的防风意应为了报复新月 直接戳破苍贤对商阳飞的毒宠 若不是风龙的克制 新月当场离开 就是最大的笑话 你不要以为 陛下是因为你才那样对我 不管陛下为了什么 终归是我的行事和了陛下的心意 身为后妃 为陛下分忧是我等本分 为了一己之私 处处让陛下不痛快 才是乱了规矩 商阳飞的断位 新月一辈子也赶不上 其实新月嫁给苍贤前夕 她的母亲告诫过她这样一段话 身为王后 你的职责是掌管恭维 得犯后宫 不要将心思花在争宠上 你需要的是陛下对你的敬重 而非情爱 新月太贪心了 不想只要利益和家族 还想要爱情 但是她早已经错过了爱情的最佳时机 她只记得自己的苦 才会忽略别人的苦 这样的性子 使得她在紫禁宫吃了一辈子的苦 她一次又一次谋害小妖 想要独宠 结果一次又一次把自己逼入困境 新月这个人真是复杂又矛盾 苍贤想给她爱情的时候 她选择权势 后来苍贤只给她权利 她又想要爱情 最后 苍贤连一个眼神都不愿意施舍给她 全是她自己做的 在苍贤还没有入主中原之前 新月是中原的小公主 所有名门贵女争先八戒的对象 新月性格任性 初遇苍贤依旧处于强势 苍贤主动向新月示好 一时间让新月竟然忘记自己的身份 以为苍贤的爱是自己想要变要 不想要变舍弃 自己可是整个中原最高贵的公主 父母宠爱 兄长疼爱 可是任性的提出自己的需求 一旦苍贤让自己不开心 便能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让苍贤不痛快 这就是新月 时时刻刻以自己为主 新月始终以为成为苍贤的皇后 便成为八荒最尊贵的女人 所有人都应该不服在她的脚下 包括小妖 可是新月没有想要 她可以决定苍贤可以娶她为皇后 这个苍贤无法控制 但是苍贤却能控制自己是否对新月动情 是否给她普通人家的恩爱 新月难道天真的以为当初看到苍贤落难 自己抛弃苍贤便能随着苍贤尚未不了了之 新月更想要权力 而苍贤刚好是她刚开始喜欢的男人 这个时候新月又想要感情 苍贤已经不止一次强调 小妖是她最疼爱的妹妹 年幼的时候 俩人一起度过一段幸福的日子 两人的感情非常深厚 新月之前和小妖还能维持一点朋友之情 一旦自己的权力受损 甚至朋友全部抛到脑后 小妖是苍贤最疼爱的妹妹 刚开始来人便形影不离 新月想要得到苍贤的喜爱 不投其所好也就算了 而且用最恶毒的语言羞辱小妖 新月还是在心底里看不起苍贤 新月心中有属于她自己的傲骨 即使想要爱苍贤不仅需要给 而且这还是新月的赏赐 不然也不会如此羞辱小妖 当着大家的面 羞辱小妖的明节 浩灵王和西炎王 俩人从来没有对小妖的行为有过责罚 反倒是新月竟然敢不留一点情面的羞辱小妖 虽然小妖大婚当日逃婚 可是 两位皇帝给风龙的补偿已经远远大于她的损失 小妖的后台已经给她很大的支持 让她及时犯错也不至于受到太大的责罚 看到苍贤的选择 就明白 新月就注定是紫金宫最惨的女人 小妖想要一场宴会 苍贤转头便交给商阳妃来办 因为苍贤相信商阳妃一定能给小妖办好 不负众望 商阳妃不仅没有任性的吃错 而且还把这样宴会按照小妖的要求 安排得明明白白 小妖身边的侍女 都不由得盛赞一声商阳妃是个明白人 这就是差距 商阳家族 是西炎老师族 在西炎的分量很重 所以商阳妃和新月的地位不相上下 新月是中原的代表 而商阳妃便是西炎的代表 商阳妃虽然不是皇后 可是她背后的势力丝毫不差新月 可是商阳妃却不争不强 认真做好妃子的职责 完美地完成苍贤安排的任务 新月却仗着自己身份高贵目中无人 觉得所有人都应该围着自己转 不仅伤害苍贤最真爱的人 而且还不断的给苍贤的计划搞破坏 这也就是新月即使有一手好牌也打的稀烂 好 谢谢 感谢观看